学员朋友们好 我们第二讲的内容是税法基本要素 税法如果按照内容来进行分类的话 可以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 所谓税收实体法 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实体权利 义务的法律规范 像规定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等等 这些是税法的核心部分 税收实体法的特点是结构具有规范性和统一性 表现在一税一法要素固定 具体来说像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你看一税一法 而且各个税种它都需要去规定 由谁来交税 这是纳税人的问题 对什么征税 这是征税对象问题 那么这些呢 我们说是税收实体法要素 要素是固定的 另外从范围角度来说 税收实体法 它可以分为商品劳务税法 也有一些教材称之为流转税法 不同教材有不同的描述 我们国家比较传统的教材 喜欢称之为流转税法 最近这些年很多教材呢 是学习西方使用商品劳务税法这样的描述 另外 所得税法 财产税法 行为税法 这是税收实体法 它的特点和范围 而税收程序法 我们在上一讲也讲到过 管理讲程序 那么程序法都是和税务管理紧密相关的 是税务机关和税务行政相对人 在行政程序中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 它的特点呢 是规定征税和纳税的程序 具体范围呢 涉及到程序法主要制度 税收确定程序 税收征收程序 税务急查程序等等 我们这一讲呢 要给大家介绍税收实体法要素 刚才呢和我们考生提到过 税收实体法它要素固定 古今中晚 你看世界各国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税法 它的内容肯定是有差别的 但是呢 却会有一些共同的要素构成 这些要素都要明确由谁来交税 纳税人的问题 对什么征税 课税对象问题 征多少税和税率有关 另外纳税环节 纳税期限等等 那么这些共同的要素 是税收实体法要素 所以呢 我们发现税法的内容不一样 但是会有共同的一些要素 税收实体法要素呢 在不同的教材中 有不同的描述 无论是初中级教材 还是注册会计师 税务师教材 有可能呢 在描述税收实体法要素的时候 有的时候管它 叫做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 或者管它叫税法构成要素 同时呢 要素的多和少 在不同教材中也不一样 有的教材中 说税法的这个要素 能有12个呢 有的教材中 说税法的要素有6个 有的教材中 甚至于只说税法有3个要素 那在这里 我给大家介绍 税收实体法主要的6个要素 就是不同教材描述不同 我从中拿出6个比较重要的 给大家讲 这6个要素分别呢 是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 减税免税 纳税环节和纳税期限 首先呢 第一个要素 纳税义务人 它的简称是纳税人 纳税义务人呢 也称作纳税主体 是税法规定的 直接附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这里强调是税法规定的 它附有纳税义务 那么它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人 一般来说 纳税人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 接下来呢 学员朋友们要注意辩析 与纳税人相关的几个概念 我们后续在学习的时候 经常会面对这些概念 首先第一个 赋税人的概念 赋是负担的赋 赋税人和纳税人不是等同概念 我们前边呢 给大家讲过的 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 缴纳税款的单位和个人 是税法规定 他要去交税 但是税法从来不规定 谁来负担税款 这里的负税人是实际负担税款的单位和个人 在现实中 纳税人和负税人有的时候一致 有的时候不一致 那么在现实中 有一些税种 纳税人跟负税人是经常性的 就是一致的 纳税人他就负担了税款 那么对于这些纳税人 他自己就负担税款的 而且一般他都是一致的 纳税人就是负税人的 比如说财产税 比如说所得税 纳税人往往自己就负担了税款 那么我们管这些税称之为直接税 纳税人直接负担了税 那如果纳税人没有直接负担税款 他把税收负担转移给别人了 也就是出现了纳税人跟负税人相分离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税负转嫁 有一些税种 他税负转嫁是常态 我们就称之为间接税 纳税人没有直接负担税款 把税收负担转移给别人了 那是间接税 最典型的间接税在我们国家 像增值税 消费税 关税 都是间接税 纳税人跟负税人经常信的是不一致的 我举例而言 比如说我是一个商业批发企业 我要批发货物需要交增值税 那我批发货物从厂家买的时候 我要给厂家付款 同时也要付出增值税 这个时候发生在我买货的过程中 够近呢 所以呢 出现的增值税称之为进项税 进货的时候 然后我批发商把这些采购的货物 批发给了零售商 我需要对零售商销售 我向零售商收取货款 然后也要收取相应的增值税 由于是发生在我批发商销售过程中的 我们称之为销项税 税法规定 增值税向我批发商如何去交呢 我要拿销项税减去进项税 中间的差交给税务机关 那我们就发现我批发商交的税从哪来呀 是从零售商那要的呀 所以我批发商是纳税人 但是我没有负担税款 这税是我向零售商要过来的 而零售商去纳税呢 他需要把东西零售出去 卖给消费者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增值税 他的纳税人 他可能是从事增值税条例规定的 这些业务的单位和个人 但是他的赋税人 一般是最终消费者 他出现了纳税人跟赋税人的 经常性的不一致 他属于间接税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代扣代缴义务人和代收代缴义务人 这两个概念只有一字之差 就是扣和收 那么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 它分别有两个代 其中前面这个代 代扣代收是代谁扣 代谁收呢 代征收机关去扣去收 后面代缴 代谁去缴呢 代纳税人去缴 也就是代扣代缴义务人和代收代缴义务人 它是站在了征收机关和纳税人的中间 在起一个税款的传递作用 那你要传递税款 为什么出现了扣和收 两种不同的表达呢 那在这儿我们看 那在这儿我们看 代扣代缴义务人 往往是发生在付款的过程中 发现呢 接受我付款的那一方 达到了纳税的条件 我呢就不能给他付那么多钱了 扣下点来换一个方向 去交税 比如说 个人所得税 我们支付工资薪金 发现 那个员工达到纳税标准了 我不能给他这么多 算出来多少税 扣下来换一个方向 去交税 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 就不是发生在付款过程中了 是发生在收款过程中 那么我在收款过程中 发现对方达到了纳税的条件 我就多收点来换一个方向 去交税 代收代缴义务人 比较典型的 像我们国家的消费税和车船税 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到消费税 那在这里我举例说车船税 保险公司在办理 交抢险的时候 那么他要收保险费 说我对你这车 我要给你办交抢险 然后我要收你保险费 另外除了保险费之外 你还可以多给我一些钱 我带你去交车船税 所以发生在收款过程中 代收代缴义务人 另外还有一个概念 叫做代征人 代征人这个概念 他主要是针对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税种 或者特殊的领域 他可能由税务机关 找代为征收的单位来帮他征收 那么这个代征人 咱们现阶段 从政策角度来说 管理的是非常严的 一旦要说他代征税款 等于他在履行征收机关的职责了 咱们现阶段一般的税务机关是要进驻的 比如说我要想让银行代征什么什么税 那么税务机关会要派人进驻到那里 往往会派一到两个人 长期在这里驻守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代征人也有这么一个概念啊 接着纳税单位 这里的纳税单位呢 指的就是申报缴纳税款的单位 是纳税人的有效集合 那么这里的纳税单位啊 你不能特别直观的去理解 这里的纳税单位是不是交税的单位啊 不是 这里的纳税单位指的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 就是咱们现阶段 很多人都在谈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那么很多人都建议说 我们国家现阶段 个人所得税呢 是以个人为单位征税的 不公平 应该以家庭为单位来征税 才公平 那这里个人为单位 还是家庭为单位 指的就是纳税的单位 具体来说 是纳税人的有效集合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 税收实体法要素中的第二个要素 课税对象 课税对象又称为征税对象 虽然它是我们介绍 税收实体法要素中第二个介绍的 但是呢 它是税法主要素中的基础性要素 也可以这么来理解 课税对象呢 是税法中规定的征税的目的物 就是对什么征税 它是所有税法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 因为呢 不同税种名称的由来 和各个税种性质上的区别 都是由课税对象所决定的 那么课税对象 一是体现各税种的征税范围 你看对什么征税 你是对个人收入征税 还是说对货物交易征税 另外它是一种税 区别于另一种税的最主要的标志 它决定着不同税种的名称的由来 和各个税种性质上的差别 比如说个人所得税 课税对象是个人所得 这样就决定了这个税种的名字 就是个人所得决定了这个税种的名字 就是个人所得税 而且它的性质是所得税 那么课税对象的重要性还在于 其他要素的内容呢 一般都是以课税对象为基础来确定的 在这里我们大家还要注意 和课税对象相关的概念 一个呢叫计税依据 计税依据呢 在我们很多考试中都称之为税基 是指税法中规定的 据计算各种应征税款的依据 或者标准 课税对象和计税依据之间的关系 课税对象是征税的目的物 是对什么征税 而计税依据呢 是在目的物已经确定的前提下 对目的物据计算税款的依据和标准 课税对象它从质的方面 对征税做出规定 而计税依据呢 是从量的方面 对征税做出的规定 也可以说 计税依据是 课税对象的量的表现 接着 第二个和课税对象相关的 税务 税务是课税对象的具体化 反映具体的征税范围 代表征税的广度 列入税务的要计税 没有列入税务的 它就不在征税范围 税务呢 一般可分为列举税务和概括税务 这两类 在这儿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 我们制定和划分税务 它的重要作用是什么呢 一个是明确征税的范围 在不在这个征税项目中 比如说我刚才举例的 个人所得税 它也有具体的征税项目 工资薪金 我们知道要征个人所得税 劳务这也要征个人所得税 搞愁也要征个人所得税 但是如果谈到说 过春节的时候 长辈给晚辈给了点红包 压岁钱 它不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里 所以呢 我们注意 划分税务 要明确征税范围 再有呢 要解决 课税对象的归类问题 那具体 税务制定的方式 简单介绍 有列举法和概括法 这两类 其中列举法 列举税务 有细列举 细细的列 它在说酒的时候 直接列到特别细的 粮式白酒 还是说 你拿那个鼠类作物那样的鼠类白酒 列的很细 细列举 粗列举 像鞭炮焰火 它把鞭炮焰火放一块了 算是也是列举 很明显比 粮式白酒要粗啊 接着 概括税务 又分为小概括和大概括 小概括 比如带其他两个字的 一般都有一定的概括性 其他酒 而大概括 像非金属矿 这范围就比较大了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再来看税率 税率是计算税额的尺度 代表征税的深度 它关系着国家收入多少和那些人负担程度 在设计税制的时候 税率往往备受关注 在这里提示大家税率代表课税的深度 我们刚刚说过税募代表课税的广度 那在这里税率的基本形式 包括三类 比例税率 累进税率和定额税率 我们国家现行的税率形式 有比例税率 累进税率中呢 我们有的是超额累进税率和超率累进税率 那么一会儿还要给大家仔细的讲解 累进税率除了超额累进超率累进 还有什么 另外 我们国家呢也有定额税率 所以税率基本形式 比例税率定额税率我们都有 累进税率我们也有 只不过呢我们强调累进税率 我们国家目前有的是超额累进和超率累进 这两种累进税率形式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 我国税种目前所使用的税率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比例税率 比例税率呢目前体现有产品比例税率的 实际上就是产品差别比例税率 不同产品规定不同的比例税率 像消费税里边高档化产品 我们就规定了15%的税率 电池4%的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涂料也是4%的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这就是产品比例税率 根据不同产品来规定比例税率 而比例税率呢采用的又是百分比的形式 行业比例税率呢 像增值税里面的交通运输服务 这一类服务体现的是11%的比例税率 另外邮政服务他列了这一类11%的比例税率 按照行业来列比例税率 此外比例税率中还有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百分比的比例税率 比如说城市维护建设税 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率 就是7% 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 他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率就是5% 不在上述地区的 他承建税的税率就是1% 这是体现了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另外还有有幅度的比例税率 比如说汽税 汽税呢 咱们统一规定的比例税率是3%到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呢 在这个区间来确定 他对于这个汽税具体执行过程中使用的税率 这是有幅度的比例税率 紧跟着 除了比例税率之外 我们国家还有超额累进税率 涉及到的是个人所得税 另外呢 还有超率累进税率 涉及到的是土地增值税 无论是超额累进税率 还是超率累进税率 都属于累进税率 累进税率呢 他采用的也是百分比形式 但是和比例税率不同的 是累进税率呢 他有一大组百分比 会随着数额或者比例的变化 他的税率会不断的发生变化 征税对象数额变了 比例变了 然后他税率跟着就变 这个呢 是累进税率 其中呢 超额累进税率 是随着征税对象绝对量的变化 数量变化 然后他百分比税率就跟着变化的 而超率累进税率呢 它涉及到的是征税对象的相对量 某个比例变了 然后税率就跟着变了 我国税种目前使用的税率 还有定额税率 定额税率呢 又称之为固定税额 是按照客税对象的一定的计量单位 规定好固定的税额 比如说按照每平方米交多少税 每吨交多少税 每升交多少税 定额税率呢 在我国目前的运用 比如地区差别定额税率 这涉及到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和资源税中 极少部分的资源 使用的是定额税率 像城镇土地使用税 大中小 不同等级的城市 它的定额税率是有差别的 同样在大城市中 你是在繁华地区 还是在不繁华地区 定额税率也是有差别的 所以是地区差别定额税率 另外还有分类分项定额税率 比如说车船税 咱们车船税分车和船 车辆船舶 我们本来就是分着的 然后车辆你还要考虑 你那个车辆是乘人的 还是载货的 分类分项 制定定额税率 好下面呢 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税率形态 是怎么一回事 比例税率 是指同一征税对象 或者同一个税目 不论数额大小就规定一个比例 它是百分比形式 不会随着征税对象 数额的变化呀 这个比例有变 它不会这样 它都是按照同一比例来征税 税额和客室对象呢 呈正比例关系 正对象增加了税额就增加了 但税率不变 都是一定的百分比 在具体运用上 比例税率就可以分为 我们刚才所说的 产品比例税率 行业比例税率 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有幅度的比例税率 而累进税率 是指同一客税对象 随着数量的增大 它的征收比例会发生变化的 会随之增高 它表现为将客税对象 分为若干等级 不同等级 规定不同的税率 那具体来说呢 累进税率的具体形态 根据累进依据的不同 你是依据一个绝对量的变化 还是相对量的变化 税率就发生变化了 那么有额累和绿累之分 额累呢 就是你税率变化的依据 是绝对量 而绿累呢 是你税率变化的 那个依据 是个相对数 我们国家呢 目前使用的 有超额累进税率 和超绿累进税率 都是带超字的 我们没有使用 带全字的 全额累进税率 和全力累进税率 为什么 那么下面 我们先判 什么是全额累进税率 尽管这种税率形式 我们国家目前没有 但是 它有助于我们理解 后续的超额累进税率 全额累进税率 带个全字 它是以客税对象的 全部数额为基础 计征税款的累进税率 全额累进税率 它实际上要体现的是 总量递增 就是 它规定高低不同的税率 如果纳税人 他的 应税的数量 金额 突破了低的水平 达到一个高的标准的时候 他的全部的征税对象的 数额或者金额 全部的 总量递增 都要按照 那个高水平对应的税率 来积税 一会儿要给大家举例的 那么全额累进税率的 两个特点 就是对于具体纳税人来说 在应税所得额 它确定以后 一旦确定你是低水平的 还是高水平的 就相当于 按照比例税率来积税了 因为你全部的金额 都要对着 一个档次的税率 你要么是低档次的 要么你升高到高档次 全部金额 你都要对应着 一个档次的税率 那么他的计算方法 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他的税收负担 特别的不合理 我们一会儿要举例 体现出来 在各级征税对象 数额的分界处 也就是累进 急剧的临界部位 它需要变化等级的 临界部位 会出现税额增加 超过客税对象 数额增加的现象 这个是特别不合理的 不利于鼓励纳税人 增加收入 下面呢 我们来看例子 假定这个税率表 是一个全额累进税率表 做出这个假定 它分为三级 第一级 客税对象 1500元以下 含1500元 意味着就是 整1500元的 也在这一级里 对应的税率是3% 第二级呢 是1500到4500元 含4500 也就是整4500的 也在第二级里 对应的税率是10% 而第三级呢 是4500超过以后 到9000元 含9000元 适用的税率是20% 我们现在先假定 这个税率表 是一个全额累进税率表 刚好有假以柄三个人 他们征税对象的 数额状况 分别呢 假 整1500元 征税对象数额 以比他多一元 1501元 柄5000元 那么按照刚才 这个税率表 我们已经假定了 它是一个全额累进税率 全额全额 全部数额 总量递增 那么我们就要看 假 1500元 它递增不了 它刚好就在第一级 因为含1500嘛 对应税率3% 它就应该交税 45元 而乙 虽然比假 就多了一元 但是量变到质变了 它进入第二级了 由于我们把刚才这个税率 看作是全额累进税率 总量递增 1501 总量都要对应 10%的税率 我们就算出来 以应该纳税 150.1元 而丙5000元 我们发现 它处于第三级 总量递增 整个5000都成20% 第三级的税率 这样呢 它计税非常的简单 但是我们也非常明显的 发现了问题 我们发现呢 乙比假 征税对象数额增加了一元 而税额 却增加了105.1元 税后 他们所得到的利益 假比乙还多 假 1500 交完45的税 剩下都是它的 而以1501 要交150.1元的税 它所剩余的利益 比假还低啊 明明它收入比假高 税后的收入比假低了 这样我们发现 税负变化 非常的不合理 就出现了累进急剧 不同级别啊 第一级和第二级 这个不同级别的 临界部位 出现了税额增加 超过收入增加的 不合理现象 但是 超额累进税率 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超额累进税率呢 它分别以 课税对象 数量超过前级的部分 为基础 计算 应纳税 是这样的累进税率 超额累进税率 它不是总量低增 它是增量低增 增量的部分 采用高一档次的税率 非增量还沿用 原来档次的税率 由于它是增量低增 我们就需要 把增税对象分极了 增量非增量 那么计算方法 就比较复杂 同时 它累进的幅度 比较缓和 税收负担 也比较合理 接着呢 就是超过累进税率的 第三个特点 我们一般考试 咱们不会涉及的到 但是呢 税务师考试 里面会有 这部分的内容 就是边际税率 和平均税率不一致 税收负担的 透明度比较差 这里的边际税率 说的是 税额的增量 与收入增量的比例 由于超额累进税率 税额增加了 与收入增加的这个比例 往往呢 它会适用比较高的税率 而平均税率 是税额总量 占收入总量的比例 那税额总量 你有按高税率算的 有按低税率算的税额 你和收入总量 这么一比 平均税率就会比边际税率要低 平均拉平了嘛 边际税率你是增量的一部分 增的那部分 往往就用高税率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税收负担的透明度 是比较差的 学员朋友们可能 对于咱们前几年发生的 一个事件记忆犹新 就是呢 福布斯排行 把我们国家列作 税收痛苦指数的全球第二 当时呢 他在列这个税收痛苦指数的时候 他就没有考虑到 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的不一致 他就说 中国个人所得税率 就是45% 他就找那最高的啊 然后呢 你看多痛苦啊 然后他所有的 带有的有累进性质的 他都按最高的去说 然后他就加在一起说 你看中国税收负担多重啊 很痛苦啊 那么在这里呢 涉及到累进税率的 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 确实是不一致 税收负担呢 透明度比较差 往往大家光盯着 呦 45%税率呢 他没有考虑到 平均税率没有那么高 那么紧接着 我们还是 刚才那个税率表 把它假定做 一个超额累进税率表 同时呢 刚才例题中 那三个人 假以丙三人 假定呢 他们收入不变 收入依然是假 1500 以 1501 接下来呢 还是我们刚才 前面的那张税率表 我们把那张税率表 把它看作 是一个超额累进税率表 也就是增量低增的税率表 同时假定 假以丙三个人的收入不变 我们按照超额累进税率 来计算税额的方法 来计算一下 三个人应该交多少税 其中假 咱们说 超额累进是增量低增 但是他1500 都是在第一级里 谈不到第一级和第二级之间 出现增量的问题 所以呢 依然是乘3% 算出来他应该缴纳税款 45元 而以 1501 如果我们按照超额累进税率的 规则来计算 增量低增 1501中的1500元 仍适用于3% 原有的 那个低档次水平的税率 而这1元 适用于 提高一个档次的 10%的税率 算出来 以应该纳税 45.1元 而丙 应该纳税多少 丙呢 我们要把 他那5000元 来按照 税率表上的 极具分级 其中 1500元 对应于 3%的税率 在第一等级里 而第二等级呢 是超过1500到4500之间的 对应 10%的税率 第三等级呢 是超过 4500 而他刚好 拿到的是5000 这500元 适用于 20%的税率 分段计税 再相加 增量低增 我们算出来 并应该纳税 445元 这样我们就发现 超额累进税率 计算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呢 他税收负担 相对啊 变化是比较缓和的 也是比较合理的 以比假 收入增加1元 你看他的税负 增加了0.1元 很明显比 全额累进税率 要公平 所以我们国家呢 不使用全额累进税率 我们使用 超额累进税率 个人所得税 用超额累进税率 那么 我们也发现 超额累进税率 是公平 但是计算多复杂呀 因此 为了扬长臂短 简化 超额累进税率的计算 我们就引入了 速算扣除数 这个概念 我们需要设计 速算扣除数 在超额累进税率表中 体现 所谓的速算扣除数呢 是按照全额累进 计算的税额 与按照超额累进 计算税额 相减而得的差数 这个差数 需要事先计算出来 放在税率表中 随着税率表一同公布 它体现为税率表中的 一个常数 那么依然是结合 咱们前面的例题 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把那个税率表 看作是超额累进税率表 如果把速算扣除数 加进去的话 第一级 速算扣除数是零 按照全额累进计算的税额 和按照超额累进计算的税额 一样都是45元 而第二级 我们就出现了差额 105 第三级 我们会出现差额 555元 有了速算扣除数 我们再使用超额累进税率 再计算 就可以简化计算了 比如说 我们这个例题中 丙 我们如果要用简化计算方法 你就用全额累进方式 计算的税额5000 乘20% 你算出来 可能会出现不公平吧 在减速算扣除数 倒挤出按超额累进税率 计算出来的税额 好 接下来呢 是与累进税率相关的特殊形态 一个是超额累进税率 我们国家土地增值税 使用这个税率 它和咱们前边所讲的 超额累进税率的差别 就是累进的依据不一样 超额累进税率呢 是以一个绝对量 比如说你是 4500还是9000 是一个绝对量的变化 我们来体现税率对应 要发生变化的 而超额累进税率呢 它是一个相对量的变化 来导致税率的变化 超额累进税率 我们国家现阶段没有 但是1994年之前 我们国家曾经用过 这个超倍累进税率 它到底是属于额累 还是绿累呢 你还是要看它超的是什么倍 那么在这里呢 它是以课税对象 数额相当于计税基数的倍数 为累进依据 按照累进方式 计算税额的税率 如果呢 它的这个倍数 是按照一个绝对量 倍数 一倍一倍的上升 比如400块钱 400块钱那一倍两倍 然后我们确定不同的税率 那么这就实际上 变成了一个超额累进税率了 这个倍数是金额吗 那如果它的倍数 针对某一个比例的倍数 不断变化 那么它就是一个超绿累进税率 所以超倍累进税率 一定要看 它针对的是什么的倍数 是绝对量的倍数 还是相对量的倍数 那么它的性质 有可能是超额累进税率性质 也有可能是超绿累进税率性质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定额税率 定额税率呢 又称作是固定税额 是根据客室对象的一定的计量单位 比如说根据一定的数量 重量 面积 体积等等 直接给它规定固定的征税数额 目前呢 我们国家使用定额税率的税种 有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 车船税 还有消费税中的部分应税消费品 资源税部分项目和印花税中的部分项目 使用定额税率 在这里呢 我们还要注意 定额税率看着很简单 按照一定计量单位就固定税额了 但是呢 定额税率和客税对象的价值量 就脱离联系了 它不受客税对象价值量变化的影响 因此呢 定额税率 它只适用于价格稳定 质量等级和品种规格单一的大宗产品征税的税种 同时 定额税率呢 它有一个缺陷 就是税负会呈现累退性 什么意思呢 因为定额税率 我们就根据一定计量单位 就给它固定税额了 这一吨多少钱 它不看这一吨 到底价值是高还是低 假定你这一吨价值 你卖了很多很多钱和卖很低的钱 都是一吨 定额要交多少税的 那如果你卖的价钱高 你交的税和你卖的价钱低 交的税一样吗 你的税收负担 你价钱卖的越高 你负担就越低啊 你就只能拿一点去交税吗 而价钱卖的低的 相对来说交税的金额 对于它的比例就高了吗 所以在这呢 税负会呈现累退性 收入越高 显得税负就越低 因此 我们国家 在2016年的时候 进行了资源税的改革 我们国家原来资源税都是定额税率的 后来我们逐步的推进 改为大面积的使用比例税率 主要就是因为定额税率 会呈现累退性 而我们国家的资源产品的价格 不断的在上升 你用定额税率 那它税负累退 特别不公平 所以呢 我们国家资源税目前大面积 已经改为比例税率 只有小部分内容 还使用定额税率 接下来是减税免税 减税免税是对某些纳税人 或者客税对象的鼓励 或者照顾措施 减税呢 就是从应征税额中减征部分税款 而免税呢 就是免征全部税款 减免税的基本形式有三类 税基式减免 税率式减免 和税额式减免 税基式减免是通过缩小计税依据 来体现税收的优惠照顾 具体呢 体现在规定起征点 免征额 项目扣除 跨期截转 这些呢 都会影响到税基 它的计税依据 所以呢 都属于税基式减免 税率式减免呢 是通过降低税率 来体现优惠照顾的 包括重新确定税率 选用其他税率 以及零税率 用零来规定这个税率 都体现的是税率式减免 另外还有税额式减免 这个税额式减免 是算出税额来了 我们给他全部免征 还是减半征收 还是核定减免率 还是抵免一定的税额 还是另定减征税额 所以这是减免税的基本形式 那么在这里呢 我有必要给大家区分一下 起征点和免征额 因为在现实中呢 起征点和免征额经常被错用 我们大家来看 假定 假纳税人收入 1000元 以纳税人收入2000元 丙纳税人收入3000元 假定税率 统一都是10% 我们在实行 2000元起征点 和2000元免征额的时候 这三个人的税额计算 会呈现不同的变化 我们看 假以丙三人 分别是1000 20003000 实行2000元起征点 什么是起征点 是征税对象 达到征税数额 开始征税的起点界限 征税对象 没有达到起征点的 是不需要去纳税的 征税对象 一旦达到起征点 或者超过起征点 征税对象的全部数额 都要纳入征税范围的 都要去征税的 所以起征点 我喜欢用比较形象的话说 你可别碰它 碰了它 你整个全部征税对象的数额 都要去寄税 那在这儿我们看 假1000元 咱们起征点这条线 2000 没碰到这条线 所以呢 计税依据就是零 税额就是零 而乙 他的收入2000 刚碰到这2000元起征点 这条线了 全部收入 纳入计税依据 假定的税率是10% 那么他的税额 就是200元 丢 收入3000 已经突破超越 2000元起征点了 那么3000元的全部数额 都要乘上规定的税率 来寄税 他应纳税额300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同样这三个人 实行2000元 免征额会怎样 所谓免征额 是征税对象中 免于征税的数额 征税对象中啊 规定了 有一部分数额 是免于征税的 从征税对象中 给它刨除出去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 假收入1000 咱们免征额是2000 征税对象中 有2000是可以不征税的 那他这1000 肯定不用征税啊 所以寄税依据是0 税额是0 而已 收入整2000 刚好 免征额就是2000 征税对象中 免于征税的数额 就是2000 所以 他的计税依据 还是0 税额是0 并收入3000 而我们征税对象 规定的是2000 免征 所以 他的计税依据 就成了1000元 而税额 是100元 这样我们大家通过 对比起征点和免征额 我们发现呢 起征点 他作为一种优惠用照顾 只对收入低的人 是有效的 收入高的人 是享受不到这个照顾的 而免征额 无论收入高低 都可以从中 扣出同样的金额 无论收入高低 都能够享受到这个照顾 接下来我们再看 减免税的具体分类 有法定减免 临时减免和特定减免 法定减免呢 是由各税种基本法规 规定的 是带有长期的税用性 它直接就列在税法中的 它就是免税的 而临时减免呢 又称作困难减免 主要呢 是照顾纳事人的特殊困难 具有临时性的特点 而特定减免 是法定减免的补充 分为无期限和有期限 这两类一般来说 都是有期限的 因为它是一个 补充性的政策 接下来是关于纳税环节 纳税环节是指税法规定的 课税对象从生产 到消费的流转过程中 应当缴纳税款的环节 广义的纳税环节呢 它是指全部课税对象 在再生产中的分布状况 比如说资源税 是在生产环节交税 所得税是在分配环节交税 而狭义的纳税环节 说的就是商品课税 那么我们大家 在学习纳税环节 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要把握 我最下面的 这一行半的内容 就是按照纳税环节的多少 可以将税收的征收制度 分为一次课征制和多次课征制 像我们国家增值税 是特别典型的多次课征制 多次课征制你看 你生产出来的化妆品 出厂要交增值税 批发要交增值税 零售要交多环节去征收的 而我们国家也有一些税种 采用的是一次课征制 比较典型的 像资源税 那资源税呢 我开采了应税资源 比如说石油 我对外销售石油 我就交一次资源税 今后批发零售石油 不再涉及到缴纳资源税的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纳税期限 这个税法要素 纳税期限呢 是纳税人向国家缴纳税款的 法定期限 纳税期限呢 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按期纳税 按期纳税 比如说咱们一般情况下的消费税 咱们一般情况下 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多少 税务机关会给他核定一个纳税期限 是一个月交一次 还是说一个季度交一次 按期纳税 绝大部分都是按月去交的 另外按次纳税 像耕地占用税 你占用耕地你就交一次 是按次纳税 后边呢 有按年纳税 分期预缴或缴纳的 比如说企业所得税 它是按年计征 分期预缴 它分期预缴 有分月的 也有分季的 现在绝大部分企业 都是按月去预缴 它就是按年计算 分期预缴 而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呢 是按年计算 分期缴纳 它不叫预缴 分期缴纳 房产税上半年交一次 下半年交一次 接下来要提示大家注意 要辨析纳税期限 与交款期限的区别和联系 以我们刚才所说的消费税为例 咱们绝大部分企业 它按期纳税 是一个月为一期的 绝大部分企业都是这样的 那纳税期限就是一个月 但是你一个月为一期 来作为纳税期限 你不太可能在月末的最后一天 下班的那一分钟 你就把要交的税 就都算出来了 而且你还到税务机关 去把税交了 不太可能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给纳税人 一个结算交款的期限 那消费税一个月为一期的 你可以呢 在这个月结束之后的15日之内 你来结算 向税务机关申报 并且缴纳税款 这就出现了一个交款期限的概念 那么交款期限 也是我们现实中 经常税务机关提到的 争期 有的时候你给税务机关打电话 税务工作者就告诉你说 我忙着呢 我现在争期 我不能跟你多说了 那么这里的争期 相对于纳税人来说 就是他向税务机关申报 交税的这个时期 而且争期在现实中分为大争期和小争期 小争期就每个月结束之后的15天之内 是每个月他的争期 是小争期 大争期是按季度的 每个季度 我们会涉及到 也是季度中了后的15日之内 那是大争期 因为呢 我前面说了 有些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是按季与交 所以呢 季度的大争期呢 税务工作者会更忙 好 紧跟着 我们还要注意 商品课税呢 一般采用按期纳税 所得课税一般采用按年纪争 分期欲缴 好 各位学员 在税收的世界中 我像一个导游 引领着大家不断的前行 我们继续前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